現在我們開始正式介紹電流 第一個是啥叫電流 電流就是電在流 電流就是電在流 電荷的流動就稱之為所謂的電流 電荷的流動就稱之為所謂的電流 但是有個小問題等一下解決 有個小問題等一下解決 那電流為什麼會流 是因為有所謂的電壓 課本上是現在先交電流再交電壓 就是有個推動力 電荷在流動是有個推動力 這個推動力叫電壓 就所謂的電位差 有一個是高電位 有一個是低電位 所以有兩個電位差 我們電位差就稱之為電壓 然後這個電位差就會推動電荷流動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電壓推荷電荷流動 我們電荷去推動 它電壓推動電荷在流動 然後有個電池 電池就是要提供電的 所以它有個高電位有個低電位 正極是高電位 這以後會再說正極是高電位 負極是低電位 然後它就會流動 發電機也會提供一個電壓 讓我們的電可以流動 電解槽我們基本上就是正極皆正極 負極皆負極 國中基本上都這樣 國中現在變得很簡化了 我們只交正負極沒有交陰陽極 然後呢通通都是正皆正負皆負 接在電解槽 接在電池正極的就稱為正極 接在電池負極的就稱為負極 所以正皆正負皆負 那麼以後講什麼充電什麼時候都一樣 都是正皆正負皆負 所以很簡化很簡單 都是一樣的 ok 那麼要形成電流 剛才講過要有電流 電流電路必要怎麼樣 剛才教過的兩個字的 它必須怎麼樣 形成什麼個狀況 通路 通路 對要有通路 斷路就不會了 好 所以 你現在呢 如果是斷路 就算你放一個電池 它也推不出去 它還是不會有電流 所以它必須是一個通路 它才會有電流 它才會燈泡 才會亮 這我們前面講過了 ok 那 這是我們以前就上次 方位複習過的 什麼金屬導體為何導電 然後電解質為何導電 金屬導體真正在導電 在移動是誰 離子 離子嗎 電子正確的講說自由 電子 負電 自由電子是負電 真正在動的是負電 自由電子 但是因為歷史錯誤的關係 古人就說 電在流 就說這樣叫做電流 就發現 他說的電流是正電荷流動的方向 所以我們在講電流的時候 那個是正電荷在流的方向 可是正電會不會動 不會 其實不會動 是負電在動 所以兩個方向正好相反 正電出去就是負電進來 負電出去就是正電進來 正好是相反的 這個叫做所謂的電子流 那這要請注意 考試的時候問你的是電流還是電子流 下學期我們要教電流在磁場中怎樣 電流會有什麼效果 那你要講的我教的都是電流 是正電在流 可是考試題目可能跟你的是負電在動 你就記得要方向要相反 所以因為歷史原因 我們的電流定的是正電荷流動的方向 但是實際上它會動的是負電 是有電子負電在動 然後兩個方向是相反的 兩個方向是相反的 這也是要請注意 那麼電池有的正極就是高電位 高電位 然後以後就會提到高電位低電位 什麼流動 那我用一個簡單的背法 就是簡單的背法 電池的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這樣你就記就比較好記 我是正極就正電出去 電流出去 我的是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電子流出去 所以這樣子記就比較好記 然後你就容易看得到 知道一些狀況 但是再說一次 真正會動的是什麼電 負電 自由電在動 真正會動的是自由電的負電在動 可是這樣記會比較好記 一些問題比較好解決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這樣子來做 會比較容易一點 比較容易一點 OK 那這個是所謂的導體 金屬導體 自由電子在移動 那所以 所以 所以電池來講 電池的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所以就電流流出 所以 從正就流到了負 你們通常就只有講這樣 我問你電流方向 你就跟我講說 從電池的正極流到負極 這樣講是不完整的 為什麼不完整 因為要形成通路要回來 要回來 所以不是正流到負而已 還要怎麼樣 從負要流回正 在外面 在外接電路上 是從電池的正極流到負極 再從電池的內部 從負極又流回正極 這樣才會形成一個通路 所以我問你說電流的方向 電流怎麼流 你們通常都只回答我 從電池的正極流到負極 這樣不完整 沒有通路 外電路 從電池的正極流到負極 內電路 電池內路 從負極又流回正極 這樣才會形成一個通路 然後跟電池流就相反 電池就從負極出去 流到正極 要讓正極再流到負極 拉整個流動的方向 請你注意 剛才講的 這些都在講金屬導體 只有電池在移動 可是還有所謂的電解質 也導電 還記得嗎 電導電靠誰導電的 靠離子 對不對 靠離子移動 那這個我們過去離子導電 就前面已經複習過了 那誰移向誰呢 誰到誰 這以前在八年級的時候 有講過了 正離子移向哪一級 這裡用的是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似 我接了電池的正極 正電流出 就好多的正嘛 那好多的正會吸引誰 會吸引負嘛 我是接負極 我叫負極 那我就接負極 電負電流出 好多的負 那吸引誰 我以正嘛 所以根據同性電相似 預定變相吸 正離子去哪一級 正離子要去負極 負離子要去正極 這個以前就交過了 再跟你說一次 然後去了以後 就會得失電子 然後發生化學變化 就以前講過電解質導電 會發生化學變化 基本上國中現在 不用陰離子跟陽離子的說法了 都是正離子跟負離子 就瞭解它的移動方向 這些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最基本的介紹電流的狀況 等一下才會有所謂的公式出現 然後這樣請你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計算 OK嗎 OK